打開房門滿地都是千元大鈔 已經看不到地板長什麼樣子 隨手一拿就是好幾張 甚至直接躺在沙發海裡睡覺 奢華生活幾乎天天上演 PO在社群軟體讓人羨慕 他是一名健身教練 經常能看到類似的炫富貼文 這回跟朋友卷如虐童案 其實在過去就有許多爭議 上岸的葉姓男子她經營健身房 版圖擴展到北中南 那我們實際來到了她在台北的門市 目前都還是正常營業的狀況 不過有會員指出 確實有人對老闆的行為提出質疑 今年4月她和旗下員工 明明沒有期貨商的資格 去涉嫌周覽職員開課 外匯 期貨等等的投資課程 藉此證取學費 大約有300人受害 損失高達1800萬 監禁大動作搜索 住家跟健身房帶回13人偵辦 除此之外也被爆出疑似勒索網紅 我已經查證在社群網站 發布惡意重傷 眼神呆滯 面容憔悴 婉如這些話是被迫說出來的 前年年底她指控去運動時 冒出來四個人 說她太吵又害他們出車禍等等 要求索賠3萬元 當下太害怕只好乖乖付錢 在隔天卻又酷出柬埔寨市的鬥氣影片 甚至有網友指出 拍片的背景疑似就在健身房裡 似乎不太單純 另一迷事案的葉心友人 經營飲料店這回跟健身教練 兩人紛紛捲入虐待姐弟案 網路上的奢華生活背後 恐怕還藏有許多不為人知的謎 請問黃金國加慢台的報導